《三國說書》 哈囉!《三國說書》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說書人阿瑞 替大家帶來精彩的《三國故事》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位主角呢 就是擁有廣大女粉絲 而且標準配備與善冠軍的 三國時代美男子周瑜 誒?不像嗎? 話說啊,周瑜他從年輕的時候 就跟他的結拜兄弟孫策 一起從盧江起兵並肩作戰 兩個人呢,討發了江下 平定了豫章,鎮壓了盧林 最後還分別娶了喬公的兩個女兒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大喬跟小喬為妻 後來啊,周瑜他整合了吳國跟蜀國的軍力 在赤壁之戰呢,大敗曹操 又在江陵呢,擊退了首將曹仁 他的戰場上的戰績可以說是非常的顯赫 但周瑜啊,他不只是打仗厲害 傳說中呢,他的顏值也是突破天際啊 說書人今天要聊的這個事情呢 可以說就是冒著要被周瑜粉絲退訂的風險 那就是關於周瑜花美男的這個形象 到底有多少真實性 而這個形象又是怎麼出現的呢? 我們會從以下三點來分別討論 首先第一點呢,我們就要來看看 史書上關於周瑜的外貌是怎麼記載的 周瑜啊,他的外貌出眾是於時有據的 能夠讓嚴肅的史觀呢 因為你的外表而把你記上一筆 這就證明了你的帥並不是巷口早餐店 或者是義載金城武這一種等級的帥 而擴大成是一個縣市 甚至是一個周郡的帥 而我們周瑜啊,他的帥呢 就是連史觀都覺得融化 不得不把他記上幾筆 在三國志裡面呢 他被形容成是長壯有姿茂 長壯這邊呢,我們通常會解釋成是高大雄壯的意思 意味著呢,古人口耳相傳中的周瑜啊 應該是一個身高比例接近九頭身 而他的身材呢 差不多就是現在所謂的 穿衣顯瘦,脫衣有肉的這種完美身材 有關周瑜外表出色的記載啊 不單單出現在三國志 其他好比像是 陸廣威的無地記 蕭長的去後漢書 或者是許松的健康實錄 等等的史料呢 都有提到周瑜的外貌 由此可見啊 他的長相在三國時代的那個年代呢 已經是相當引人注目的一件事 第二點啊 我們要來聊聊周瑜他的內在魅力 話說啊,一個人生的俊美呢 不光只是看臉蛋 也要有相匹配的氣質 而我們周瑜粉呢 看的就是 內涵 內涵啊 還記得那一個最經典的 《取有物周郎固》的典故嗎 每次講到這個故事啊 說書人的腦海中呢 就開始浮現了一個 吉他社氣語暈昂的陽光男孩 他一邊喝著精釀啤酒 一邊指導學弟妹彈琴的場景 小喬學妹 你剛剛F7和弦好像沒按緊 來,坐過來一點 學長教你 除了音樂這項特殊才藝之外呢 周瑜啊 他的家教也非常的良好 他們周家呢 雖然沒有河北元少那麼顯赫 但也是有三公背景的世家大組 周瑜他的曾祖父輩呢 就曾經在漢章帝年間擔任上書領 唐祖父周景、唐叔周中都官至太位 而周瑜的父親呢 則是任職洛陽令 這樣的家庭教育環境啊 也讓周瑜的全身呢 就散發出一種富二代 啊不,我是說書鄉世家的氣息啊 其實最難得的一件事啊 就是周瑜呢 他雖然家世背景良好 但是呢他對待朋友啊 絲毫沒有價值 而且做人呢非常有氣度 因此很得人緣啊 但是各位同學注意喔 問題來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的第三點呢 也是關於周瑜形象的轉折點 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剛才啊我們聊到周瑜的外表 其實扣掉二稿的部分呢 大致都還符合史書的記載 要說周瑜是一個長的帥的武將呢 沒有太多的問題 但是啊帥分很多種啊 為什麼周瑜後來在文學小說 電玩遊戲裡面的形象 會整個歪腰 往視覺系美形男的方向走過去呢 就在這個moment這個瞬間 那一部800年來最強IP 三國演藝又要出來救援啦 在三國演藝的第15回裡面呢 我們還記得周瑜初次亮相的形容詞是 資質風流儀容秀麗 要知道啦 以前史書上如果出現什麼美啦 好啦 這些形容詞呢 其實跟我們現在白話文所說的美麗 是不一樣的 因此呢 周瑜在史書裡面 雖然有被形容成美姿茂 但是呢 這跟他的外表中性美形 是不能夠畫上等號的 但在羅冠中的三國演藝中 可就不一樣了 白話張回小說中出現的 風流秀麗這些形容詞呢 一瞬間就把周瑜 往視覺系藝人推了一把 有句話說的好 小說影響戲劇 戲劇影響民意 沒人這麼說吧 自己說得要承認啊 總之呢 在三國演藝的一錘定音之下呢 接下來的很多戲曲作品當中 周瑜就以白面書生的形象登場了 當然啦 這樣子的形象設計呢 其實也很符合一般觀眾對於 周瑜配小喬 才子配家人 這樣子的想像框架 想想看 如果在舞台上的表演出現了 陳樸那樣的大重點 是不是很讓人出戲呢 此外呢 也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讓周瑜美上加美 那就是日本的國民小說 跟強大的動漫產業 日本的國民作家吉川英智呢 在他的小說 《三國英雄傳》當中 首開先例的使用美周瀾一詞 而接下來的電玩啊 漫畫啊 也都一再的強化現代人 對於美男子的這個想像 於是呢 大家熟悉的 花美男周瑜 就此誕生了 喜歡這一則影片嗎? 想看更多有趣的三國故事 歡迎到英雄故事網站加入會員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留言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這裡是三國說書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